不过重大的火灾现场往往都会被烧得一片焦黑 为了要追出这起火的原因还原整个事情的真相 火场建设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新美市火调建设中心全国首创了采用智能方式来管理 结合先进的科技仪器 分析火场的残骸也可以拼凑出证据 判断是不是有人为纵火的可能性 提升火灾调查精准度 二零一年五股爆炸案造成四死三十八伤的惨案 周边无数名宅车辆遭毁 一度被误以为是春雷酿货 后续则判定是烟火搬运不慎酿灾 二零一六年三重六张街公寓凌晨恶货 夺走六条人命 约因为是电动机车充电自燃 后来竟发现是人为纵火 这些重大火灾案件事发现场往往面目全非 如今能透过科技辅助拼凑起火真相 站立百八十坪空间宽敞明亮 这里是新北火灾见识中心 全国首创材质能管理引进各种高科技 精密仪器重现火场全貌 柴油 煤油 细油 去自油等等 它的谱形跟成分都不一样 所以需要利用气象承系直谱仪来做进一步的确定 那也可以辅助调查人员研判火灾 是不是有纵火的可能性 这台气象承系直谱仪是分析化学性种类火灾的重要工具 能够判断火场残留物及浓度 进一步追出其火原因 将证物包装放进铁柜里 这一套X-ray检查设备 则是能在不拆解不破坏证物的情况下 远端扫描透视进行分析 透过这个非破坏的方式可以判断出 它在火灾发生当时是不是有使用 是不是通电中 另外高倍速显微镜则是鉴定电气火灾种类的 重要工具之一 火吊结合科技仪器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抽丝剥茧 也让每件火警能更精准 还原真相 记者做报道